這個地方的話呢,我如果不用那個什麼 假設我剛剛有提到 如果我們用那個getElementById 有用item 如果你不用這個的話 剛剛有試過我本來是用6 後來發現6不行 為什麼6不行? 改成4才可以 後來各位可以看到 原因很簡單 因為這裡面有沒有 有兩個是 前面是什麼? 小於驚嘆號減減 小於驚嘆號減減什麼意思呢? 就是它是註解 所以是註解的話呢 那表示你不能算進去 也就是如果是註解 那就不能算 因為它註解的意思是說 它不算在程式碼裡面的 所以剛剛我們不是有用那個什麼 就是如果假設是用這個getElementById 這個語法 要work的話 記得喔 一定要把什麼 把這個給去掉 所以特別之外 我剛剛不是Fine Fine完之後有沒有 這個地方喔 Fine完之後 Fine這個嘛 有沒有我要找這個嘛 然後呢 你會發現它總共有7個 那我剛剛算一下 它最後一個 那我就用 從0開始 0到6對不對 那就用6 它發現不行 那為什麼呢? 因為這邊有註解 有沒有 發現啊 特別之外 是小於金碳號 減減的話 這個就是所謂註解 註解 註解 這個後面的東西 不會被執行的意思喔 OK 所以喔 在那個 這個網頁的原始碼裡面 如果遇到這個 你要跳過 就是要變減1 所以這個一個嘛 然後另外的話下一個 下一個就不是這樣 所以這個 這減1嘛 這些變6個 然後再下一個 這個也是 這邊又多一個有沒有 所以這個要減1變減2 所以變成7減掉2變成5個 那5個的話呢 那當然呢 它最後一個 如果0 1到5變成0到4 所以呢 最後一個就是第4個 OK 所以這一個的話 當然就是 就是刮鬍4 所以呢 如果我剛剛把那個乘4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 像我這個地方 如果要它可以WALK的話 你就可以把它改成這樣子 是沒問題的 OK 所以特別注意 剛剛有遇到這個問題 就順便講一下 OK 另外的話呢 其他衍生的部分的話 請各位也許 可以再試試看 也許可以把這些 全部都下載到 不同的工作表裡面 也重新命名 或者甚至如果你野心大一點的話 是不是還可以做這些 這個先動完之後 再換這邊 有沒有 台灣的這些 中國的 中國的好像比較 好像也是一樣 有沒有 這些 然後再來就全球的 那可以把裡面的所有的資料 通通抓下來的話 哇 那怎麼做 OK啦 如果你想要練習的話 那當然可以再試做看看 然後其他的部分就是說 如果我們氣溫跟降雨量 都下載下來的話 那理論上就可以畫什麼呢 畫那個組合圖了 OK 所以其他的部分也許 請各位延伸 自己再亂亂看 OK 把它亂 這個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接下來呢 再來看另外一個案例 因為馬上就有同學 利用我這個範本 然後去抓什麼資料 他說 老師我想要抓一個資料 因為每天都會去抓 台灣的股市資訊網的加權指數 我每天都會去抓 而且會把上面的所有資料 也都通通抓下來 但是我用了你的方法之後 好像有點問題 要怎麼辦 我想說好吧 那你這個範例不錯 所以我就直接拿它這個 當成是一個案例 首先第一個 你把這個 這個打開來 上面有一個 就是台灣股市的資訊網址 這個地方把它點擊開來 那你可以看到這裡面的話 就有一些資料是他要的 你會發現這裡有一些 一欄表 然後底下的話 有上半年下半年 漲的多漲的少 然後他是說 老師我希望我要抓第一季 這個資料就好了 從這邊第一季 在底下這邊 抓抓抓抓抓 他現在要抓抓到哪裡 抓到這個底下的 2004年就可以了 他希望抓這個區塊 假設他是希望把這個區塊 的資料 抓到Excel的話 那當然以前的做法是 按滑鼠選取按右鍵 然後貼到Excel 可是如果我今天不希望 用土法鏈鋼 因為其實裡面還有很多 還有什麼 底下當然你可以同樣的方法 往下抓 抓1月的其他 然後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甚至上面還有其他的資料 有這麼多 每個都想要把它抓下來 甚至還有股票的代號 甚至他的名稱可以查詢 也可以把它抓下來 那如果這些都有的話 那不是很方便嗎 OK 所以怎麼做 第一個 我這邊有一個連結 第二個的話 我要的就是這一塊 那如何把這個資料抓到Excel 其實 直接就可以拿剛剛的東西拿來改 那你想說改哪裡 首先的話大概看一下 你會發現改完的結果 比剛剛的程式還要簡短 因為它裡面比較簡單 怎麼說呢 因為它裡面 我覺得這個反而更簡單 因為它裡面沒有TH 這個區塊 選取年度好了 我習慣是選左上角這邊 按右鍵檢查 你可以看到是不是一個table table在哪裡 這個年度往上推推推推 有table在這裡 所以它的table在這裡面 展開來 然後你可以看一下 它裡面的話 1、2、3月份才TD 所以你會發現它只有TR TR就是一列 TR後面的東西不要管 TR第二列、第三列、第四列、第五列 反正就看前面的標籤 後面的東西先暫時不要管 因為後面是CSS 那個暫時先不用管它 這個展開來之後 你可以看到它裡面就是TD TD有沒有 TD 結束TR 這邊展開 這個是這樣子 TD 年度 然後在一個1月份 2月份、3月份 然後在第二列的話 第二個TR展開來 你會發現裡面全部都是TD 所以它的好處是什麼 它裡面沒有TH 那沒有TH更簡單了 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剛剛的程式 氣溫那個部分 它來改 可以啊 更簡單 那只要什麼 抓三個標籤就好 第一個標籤一樣是table 第二個標籤呢 抓TR 第三個標籤是TD 而且TD裡面還不用做邏輯判斷 所以如果把程式套用過來 更簡單 OK 那怎麼做 首先的話我先把那個做好的結果 先撞一下 其實我剛剛有把那個程式 把它先 或者你們等一下可以直接參考 這個因為 我是已經改好了 這邊有個下載加權指數第一器 把它改一下 把那個下載氣溫改成叫 下載加權指數的第一器 然後這一段程式呢 我直接把它放到底下 就這個 那當然我習慣按 按那個F8好了 OK 然後 先 載入這個 那順便講一下剛剛那個 吳大哥有分享經驗 說這個地方如果出錯的話 可能會有兩個地方要注意 第一個就是說 Excel的版本 Excel版本好像 他說2016可能要 我是 要管理者 要管理者身份才可以嗎 但是好像 我沒遇到啦 不過這個第一個 其實我用到Excel 2007以後的版本 其實都可以 03我不確定 OK 那第二個是說 你的IE的版本不能太舊 可能最少 我印象中好像是10還是11 最少喔 不過現在的版本應該也沒那麼舊 現在應該都更新上來了 OK 所以理論上 會有剛剛的問題 就是 大概這幾個 你只要把版本更新就可以了 然後 到這個網站 我把這個網站 然後一樣等個5秒鐘 再來的話 抓什麼 抓table 可是table 我怎麼知道是第幾個table 一樣的方法 就是怎麼樣 等一下 加尋古 怎麼樣 把這個table table在這裡 點兩下 然後Ctrl-C Ctrl-F 前面再加一個小於符號 它就會秀出說 你目前 這個網頁裡面 到底有幾個table 有21個 可是我們 那個table在哪裡 我不知道 所以怎麼辦呢 你就去尋找啦 OK 然後一個一個找 找完之後 好像在第18個吧 OK 然後一直往下 另外的話 其實還有一招 如果你不用那個什麼 不用算哪一個的話 有沒有發現 剛剛不是講過嗎 ID 有沒有 所以 如果你不用算的話 你其實也可以用ID 可不可以 可以 沒問題 只是要試一下 假設我們用找的 然後就尋找 然後向下 這個是第一個 這是不是 第二個 第三個 第四 第五 第六 這個不是 第七 第八 第九 第十 第十一 這個都不是 那我要找的資料的話 就讓它往下 這個不是 快到了 這個是第十六個 再向下一個 這是第十七個 第十八個就我要了 就這一塊 有沒有 第十八 所以我就算第十八 因為 它的 這個上面是1到26 我們 那個 IE物件的話 是0到25 所以如果我今天是18的話 那我就填入十七就可以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就把它稍微改一下 或者是說看一下它有沒有ID 有沒有 這個 剛剛那個有 可是這個沒有 那你就不能用 這個 getElement byID 沒辦法 但是你會發現另外還有一個東西 叫做 它有個class 所以喔 在那個 語法裡面還有一個 getElement element s by class 本來是takeNate 可以把它改成 classNate 不過那個又是另外 另外一種寫法 這個我想我們暫時先不講 因為它太複雜 我們乾脆用算的好了 用算的保證不會錯 OK 好 那我就是第17個 所以呢 第17個的話 就是先把那個網頁 table 裡面的 抓回來 所以喔 這個TBL裡面就放什麼 其實裡面就放 這個table 底下的這些 所有的這些東西 已經都幫我先放到那個物件裡面 那我如果要把它的列先抓出來的話 那再來一樣有沒有 這個TBL裡面 再去找 所以喔 這個叫這個TBL裡面 再去幫我找什麼 找TR 所以它會再幫我把 這個裡面的所有TR 所以這個一個 兩個 有沒有 三個 四個 五個 其實就是這些啦 一列一列啦 你可以看左邊 反正就一列一列的 一列一列的幫我把它放在TR OK 放在TR裡面 好 再來的話呢 這個TR到底有幾列呢 我不知道 不過喔 其實可以 大概算一下 這個裡面可能不只是 不只是0到19 就是20 所以喔 如果那個同學 剛好要 他需要的部分的話 剛好叫2004的話 那我們可以算一下 這是第一列嘛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一直往下 一直到2004的話 剛好第20 所以喔 所以喔 如果我要抓 假設啦 因為他可能會抓到底下的東西 好 那我不要抓那麼多 我就抓到這裡 所以我這邊是0 這邊一直往下到 應該是19 實際上這根是1啦 1到20 就是0到19 所以如果要把裡面的資料 通通抓下來的話 那我就直接怎麼 寫一個 For i 等於0到19 意思是說我抓到2004年就好了 然後呢 把這個列裡面的所有的TD 好有沒有 這是所有的列喔 一列一列的 所以我如果放0的話 基本上喔 他會先抓到這個年度的部分 不過這邊有一個比較麻煩的地方 什麼呢 就是跨欄之中喔 先抓1月2月3月啦 然後再抓什麼 開盤收盤等等的 OK喔 我們來試一下 這邊應該是先抓1月 年度 然後再來就是1月2月3月 有沒有OK 好 然後換下一列 所以這個時候 IA等於1了 本來是0嘛 IE是說抓第二列 第二列幫我抓下來喔 然後呢 在第二列 開盤收盤 有沒有 這些都有了 所以這個抓下來的東西呢 就等於是先抓這個 但是因為有跨欄之中喔 有沒有 再抓這個 再來就抓這個 再抓這個 意思類推 通通都抓下來 所以直接執行 自動調整欄寬 OK 好 全部抓下來了 沒問題吧 所以呢 基本上喔 我這邊的程式呢 是可以拿剛剛的那個 我們的下載氣溫的程式 直接拿來做修改的 有沒有 那改哪些呢 其實Table都一樣啦 TR 最大的差別是這個地方 就回圈 那好處的地方是什麼 因為裡面只有TD 沒有TH 反而更簡單了 OK喔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吧 這個地方 就是 那我的程式碼 是放在哪裡呢 放在第五個單元 所以你們待會要找的話 可以從雲端白板上面 找到這個 第五個單元 下載台灣股市的 資訊 什麼 資訊網加權指數這個 試試看喔